圈羊多少钱一斤 老板 圈羊起射 春肉的 春肉八射 咱这是散羊肉 圈散羊肉 这都是巧合的 都是巧合的 这个大娘要的是一斤 一斤 大娘 有年劲了 该吃吃 该喝喝 是 过好一天是一天 人家朋友说得对 小朋友说得对 经厂上来买羊肉吃 是 好吃吧 好吃 兄弟们 今天我们来到了石井大吉 今天来吃一个热瓣羊肚 这个羊肚 来尝个二十三十块钱 多少钱你这一个 这个我也盛这个看 行 我盛它 来到一块一下 看一个多少钱 这一个是浅秤肚 对 这叫浅秤肚 三十块 行行 好的 没问题 腰肉汤做了有几年了 十何几年了 哦 十何几年了 我给你掐一下 这个羊肚 然后掐一下 然后再灰下锅 灰下锅 再躺一下 再跳一下 热瓣羊肚 对 再拌 我千万再撑一下 咱的羊肚下锅 老板给准备的这些 辣椒 葱花 切好的羊肚 直接再在这边一拌 兄弟们 你们说 香不香就完事了 还有咱的羊肚烫好了 山东大吉 烟火器也是非常浓的 一看老板的手法 一看就是专业的出吃 可以了 热瓣羊肚 兄弟们 哇塞 这感觉 我放点香菜 漂亮 来 拿来 漂亮 十分一盘 晒一个羊肚 很多粉丝告诉我说 想让我吃一下热瓣羊肚 今天 兄弟们 咱安排了哈 你看这羊肚调的 有葱花 有香菜 有红辣椒 有青辣椒 它这个羊肚 兄弟们 调的是相当专业的哈 这一大盘 这整整的这一大盘 三十块钱 非常的值 给搞了一碗汤 咱喝个清汤 吃个叫热瓣羊肚 尝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 羊肚和葱花一块进口 葱香味 蒜香味 羊肚的这一个味道 交融在一起 口感 特别的舒服 哇 羊肚加一个辣椒 加一个葱花 这一个进度是什么样的感觉兄弟们 能把羊肚调成这个样 说实话已经很专业了哈兄弟们 真不至于那些大饭店调的这个羊肚 它这个羊肚 由于是 混了一下锅 热了一下 然后它这个 吃起来就非常有嚼劲 嗯 对你非常一种软热的感觉 嗯 这个羊肚值得说的一点是 它处理的特别干净 没有其他的一些 沙呀之类的一些杂质 处得特别好 这个是千层肚 羊身上就一点哈 非常珍惜的东西 蒜香浓郁 辣味失踪 说实话兄弟们 谈坏了 要想解馋兄弟们 还是吃 调的 比喝羊肚汤 放着羊肚还要过瘾 老板切葱切的也是相当专业哈 都是切的这种形状的 本来感觉挺辣的 结果一口汤下肚 把这个辣的那个感觉就压下去了 咱这个弯子汤要是喝了的话 可以免费加汤吧 免费加汤 哦 两块钱一碗的弯子汤 还能免费加汤 真是太实惠了哈 您那边吃饭的话 最短的时候都做了吗 得好几百顿吗 要不要 得好几百顿哈 外边也是哈 哦 这里边可能都做二三百 这里边的话能做二三百 加上外边的话三十百 没问题 大家好哈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蒙英县长路大吉 一说到长路大吉 我们想到的肯定是丸子汤 不错 今天又想喝这个丸子汤了 再去品尝一下这个地方特色 长路大吉的标志性美食丸子汤 这个坐地是丸子汤 哦 丸子汤 这个里边是凉的是吧 这个里边是可以吃掉 它这个弯子的里边不怕泡吧 不怕泡 不怕泡 两个锅里 一个是热的 一个是凉的 这炒面也是相当相当的壮观哈 几个弯子的一碗呢 四个 四个 短钱一碗的 也是两块 便宜 吃饭的也是都在排队 哦 还有炒菜 哦 这边还有炒菜 也是豆鸭炒作 豆鸭炒作 哦 那里一个炒的 这里一个炒的 两个锅子 在这一份多少钱 先炒了就炒了 再炒了就炒了 这一份呢 30块钱 30块钱 30块钱一锅 哈 丸子汤加炒菜 哇塞 吃饭的人是真多呀 场面壮观 你这是喝的酒是吧 哦 多少钱的一百 两块钱一百 哦 喝酒吃炒菜哈 你这一份是三十两 二十两 哦 喝酒的 嗯 喝丸子汤喝酒 他们这边的话 都喜欢吃这种豆皮 豆芽 乱炖的算是 现在太火爆了哈 我们这一口 咱这个湾汤干多少年了 三十多年了 一直在这个鸡汤干 哇 这菜看上去相当的有食欲哈 长路这边最火爆的就是丸子汤炒菜加乱炖 还有长路火烧 吃饭的人也相当多 好久没有碰到这种大炒面了 你这得两个锅子炒是吧 一个炒不过来 炒不过来一个 两个是快点 两个快点 也是这种帝锅 这种帝锅炒的菜肯定是香的 一喷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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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那边是五天干几个锅 五天就干一个锅 其他锅不去啊 这都是喝的啤酒 这是啤酒是吧 吃炒菜喝啤酒 哦 它这个湾之汤好喝吧 好喝 你经常来喝吧 对 你到干净的时候就过来喝 没劲都来喝 没劲都来喝 哦 哈哈 有名哈 这边长路湾之汤比较有名 对对对 哦 这一顿能喝的吗 几瓶还 有没有 带我去 我们拿了衣宝 拿了衣宝啊 喝了了吧 喝了 酒量不错啊 这个大爷喝的也是酒 你也喝的啤酒 有时间吗 给我来上一会儿丸子汤 丸子汤 漂亮 夹点辣椒 再挣点香菜 哎呦 好了 丸子汤 看到了吗 也是两块钱一碗 它这个汤看上去也是非常的有食欲 我赶大姐最喜欢喝的就是这种丸子汤 汁调的特别不错 丸子 好大一个 关键是它便宜哈 这个山东的乌鸡实属的感人 今天太热了哈 三十多度 天气虽然热 也挡不住 来吃饭人的这些热情哈 我身后看到了吧 全是来吃饭的 这场面 下面呢 我们又来尝一下 这一个丸子汤 哇 这个汤调到还可以 里面放点辣椒 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整口丸子 整口丸子 蘿蔔丸子就是 听他们当地的人说哈 喝丸子汤呢 就是 吃口丸子 再来口汤 这个是最过瘾的吃法 我看他们这边都是 外地人 慕名来喝丸子汤的 对于这种丸子汤来说哈 它这个区域性比较强 在其他地方 这种丸子汤 你吃不到哈 说实话 我只有上临沿这边来赶集的时候 才能品尝尝这种地方特色丸子汤 你这样是 嗯 我们景景那边 就没有这种丸子汤 还有一碗就是喝这个丸子汤啊 在这个大吉上 是最有感觉的 有这种氛围哈 其实喝丸子汤 它就是一种氛围 找到一种小时候的感觉 我们品尝的呢 不仅仅是这种美食的本身 更多的是啊 体验一下 它这个地方的一种文化 就是 听那个大娘说 这个丸子汤没有什么秘方 但是 轮到你做的时候 就是你看着简单 做着就难了 调不出这个味道 就是给你同样的调料食材 你做出那个味道 和人家这一个 它就是不一样 哇 在这个大热天里 喝一碗丸子汤 点是相当的过瘾哈 好 吸凉面 三面 三面 不吸三面 不放心 就是别人吃着自己不放心 宁可多吸一遍 不能少吸一遍 对 大家好哈 今天我们来到了是山东林椅 今天带大家去品尝一下海鲜睡觉 戴亚 你这是做的什么 做的睡觉 睡觉 嗯 收工睡觉 收工睡觉 这一个好大呀 我看着 是不是大得吃起来更有感觉 嗯 大得好吃大得快 一啥就不一碗 多少钱一份 像咱们的睡觉 七块钱一碗 对 一碗大概得有多少个 28 28个 你几年又60了吗 66了 66了 你看着真不像 嗯 也就像五六四岁 可别耍了 绝对到不了六四这个年纪 可别耍 可别耍了 一季能买个多少份 一百多盘 一百多盘 也可以 也可以 可以 哦 咱就出来了 对 这样擀出来的睡觉片爆 爆 暈火 暈火 对 也比较远 对 比较远 这个搞紧 搞紧 农村 也用上搞科技了 对 现在农村用上搞科技了 农民这个生活水平好了 提高了 提高了 对 大家在这个睡觉就这一种现吗 有 有出入的 煮肉的卖多少钱一盘呢 卖十块 煮肉的十块 嗯 树的七块 嗯 大家你认为你的这个睡觉 和别人的 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人的石灰干都是 嗯 滑石油的 为什么不用豆油呢 豆油不好吃 你这是从这个原料上 就控制这个味道了 嗯 原料好 做出来的东西才好吃 是 大家你这是买的韭菜呀 韭菜是三口五斤 嗯 买了饱饺子 饱饺子 饱饺子吧 韭菜豆腐还是韭菜鸡蛋 韭菜鸡蛋 韭菜鸦片 鸡蛋 韭菜鸦片鸡蛋 韭菜鸦片鸡蛋 卖多少钱一份呢 十块 十块 这个好吃 这个比肉的还香呢 你看 有海鲜 韭菜是海鲜 有熟菜 韭菜是熟菜 有鸡蛋 蛋白质 这一个绝对香 大娘对待这个工作 也是相当的认认 对待认认 就是这样 吃的毛 饱饰饱饺子 韭菜鸡蛋 切得越细越好 对 这是 粉条 这是虾皮 虾皮 加了虾皮的 水饱饱饱饱ore 准备 多了好吃 还有这个柚子也好 这个挑线的用划成药 也不用搅 哎呀 射一个响呀 放完盐之后再搅拌一下 嗯 这个腌色也好看 嗯 这个韭菜鸡蛋的这个腌色也好看 对 韭菜就鲜鲜了 锅开了 大娘开始给咱下海鲜味的水饺了 没事了 哎呀 静等 出锅 海鲜味的水饺 出锅了 嗯 出锅了 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感觉的 四周全是用那种铁皮糊成的 今天要了一份海鲜味的饺子 只要10块钱 哇 来一口 哇 太香了 妈妈的味道 我对这个水饺啊 什么牛肉馅的猪肉馅的 一切都不感冒 就喜欢吃这个韭菜馅的 那这一个更高级韭菜海鲜馅的 你花10块钱 就能品尝到 地道的农家海鲜水饺 煮雪炖豆腐 哎 他这是多少钱的 有有有 他是两块鲜 两块鲜的 这是最便宜的菜了吧 对 两块钱最便宜的 这是大爷爱吃的 煮雪炖豆腐 哎呀 三十九百 来上一杯酒啊 哦 一瓶的豆腐倒一杯 一杯来 倒进去了 大爷得烫多少会 哎 一会 一会就可以 反量就可以 哦 这个烫酒的目的 只要是断量就可以喝了 哎哎 对了 大爷要了一份 两块钱的猪雪豆腐 搞了一瓶小酒 这个小酒多少钱的呀 一元钱一瓶 一块钱一瓶 哈哈 这么便宜吗 北京热锅头 好喝不 在网上买的 好喝 哦好喝 哦我不敢喝 哈哈哈哈 你这个北京热锅头从家来带来的 嗯 你那是吃带酒哈 哎 那行 吃这个四十瓶也行 你想四十瓶上四十万以下 哎 对 大家今年又有六四了吗 七十五了 七十五了 嗯 看不出来哈 大家咱喝酒喝了都有多少年了 喝了五十多年了 五十多年了 哈哈哈哈 这个大爷也是五十多年的一个九龄了哈 但你喝过最高度数的酒是多少度的 六十二度的 那种六十二度的是春亮酒吗 刮杆酒 刮杆酒 62度 那后来62度 三斤刮杆换一斤 那时候是用刮杆换酒喝 64年前 三斤刮杆换一斤 添三抹一分钱 你这个酒放开量喝的话 能喝多少 年轻的时候能喝一斤 你喝完了一斤酒也晕不 有点云不爱 能干活 有点云没事 喝完一斤又遭阳干活 60度就咱现在 你62度的喝一斤呢 想猫的呀 就想猫 真不想 想啊 但你这出来喝酒的话 家里人有人惯你吗 没人惯 都支持你喝酒 习惯了哈 习惯了早天起来就喝 喝完了一碗酒之后啊 你还得吃点东西吧 吃花是吧 还得吃花 是 这是什么呀 辣椒 辣椒酱 你得吃点辣椒酱 豆腐蘸辣辣椒酱 对 这个好吃 小孩儿没给你打酒喝不 打个 也给你打酒喝 嗯 38度的喝得很浪费 辣椒你喝过最贵的酒是多少钱的 一百两块钱的吧 一百两块钱的 我买的 我买的 你看喝点一百的酒有什么区别吗 全的小喝香的 但是都是五十五度的 大爷你现在还干什么活吧 不要记得了 种几 现在还种的地了 嗯 种几亩地啊 种十五亩地 十五亩地啊 嗯 几个人种 我种几亩 你自己种 嗯 一个人种十五亩地 嗯 你都忙过来了 忙过来了 大爷你这喝点酒也耽误干活不 一样干活 一样干活 大爷买火烧去了 大爷您吃肉的还是素的 肉的 哦您都是吃肉的 哈哈 这是人家一块要三弯 三弯 三弯啊 三块钱 嗯 嘿嘿 好喝吧大爷 好喝 这个老年人的这个晚年还是挺幸福的哈大爷 嘿嘿嘿 是 我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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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你这早晨在外边喝酒的话 大娘回到家也惯你不 嗯 她那惯不 初恋情就有个习惯了 哦你这个喝这个早就是习惯了 你要是喝酒的话 但无吃饭吗 我喝了吃还能吃饭 不喝吃不去 越喝越能吃饭 人是铁凡尺钢一顿不吃饿的话 对对对 这是对的 大家好哈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一个乡镇上 听说在这个乡镇上也有喝早酒的 今天我们又找到了一个早酒摊 去品尝一下 去感受一下 去体会一下当地的早酒文化 这是倒酒喝 大家早晨喝几杯 一杯 不多喝 躲了喝不了 哦 躲了喝不了 习惯了 头晃 看上去有四月 看上去有四月 用这个碗倒酒的呀 给我了 来来来 爷们 好 来 嚼我 炸碗可有大口吃度喝 对 哈哈哈哈 倒到这个酒玩来 再云到那个玩来去 哎 这肉的 干净不能喝多 谁喝多的 你喝的 你喝的时候 一人一两碗 不两碗 十块钱 五碗 一人一碗半 这同来是什么 哦 这是酒 大爷喝点酒 拿点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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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大铜酒 鸡肉大鸡这是 哎哟 哎呀 这是小小肚 小小肚 我少点 马上少喝点了 对对对 这个卫生 卫生得讲究 对对对 卫生很重要 哎呀 妈 行 好着呢 正好一碗 正好一碗 小酒一碗 哎呀 早天喝几碗 几碗都不上 年龄大了 你喝多了 对身体不好 这个小孩还不受到 对吧 你喝过高度酒吗 我已经喝高度酒 你已经喝高度酒 几碗酒 我也不愿意喝 啤酒喝不 那个他不过瘾 哈哈哈哈 喝酒不过瘾 警察来得来吃这个熏豆腐吧 我吃的干净 我看他这么少 你这小孩儿没 有人给你打酒喝吗 孩子都给他 辣不 不辣 天事的 会喝酒的人觉得这个酒甜 不会喝酒的人觉得这个酒辣 不喝酒的人 我也觉得酒他都觉得不对味啊 大爷你喝这个六十度的酒的时候 你喝进去你感觉是少的 为什么 同一两口 有的感觉再喝都没事 你这可是喝高度酒的一个经验分享 那没有 有些人旺旺就直不于千两口 高碑酒 哎 大同的酒喝起来爽 倒嘞 慢了 还有酒话来的 你看看啊 这个熏豆腐必须得配这个辣椒 哎 没辣椒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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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吃中间的块肉的吗 有 到下午 现在不 年轻人有点热熏豆腐的 以前是老年人吃的多 老年人干个火 干个鸡 哦 豆腐馆一顿 这个也是还能想象 这就是干嘛等个日子了 对 以后他拿了豆腐馆 以前调料又不厚 吃个豆腐吃个馒头 便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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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块钱 对 喝一碗吃 都都可以吃了 这是五块钱的 一大碗 看这个 豆腐 这个辣椒 满碗的 什么时候的 不喝就没了 不喝就没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熏豆腐这个辣椒是最重要的 那是吧 完全都在辣椒最好 他要是这个没辣椒 这个熏豆腐就基本上就不好吃 没辣椒吃个什么味 也就是说辣椒成就了这个熏豆腐 这个豆腐的话应该是十高豆腐 十高豆腐 咱这边不吃那个露水的 这不吃了 这不吃了 我刚才以为这一通是清水的 酒 没想到这是酒 这种通装的 四斤一通 四斤 喝完就这 耽误干活吧 不耽误 一碗有钱的 一碗有钱 一碗蒙 不喝酒不吃饭 喝喝酒我能吃饭 你喝的这一碗多少钱 一碗 不要钱 吃莫子 不要钱 山东喝酒的一种现象 冬天烫酒喝 烫酒喝 你还打得不凉 有点亮 有点亮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山东赶大鸡 快过年了嘛 就是赶大鸡 是特别带劲的 烫酒开始 这酒倒的整油水平 大家 你喝的猫胎是啥 猫胎 猫胎 这是什么钱你买的 这是大鸡 大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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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多少钱呢 4.6 5多块钱的不 没有 15块钱的 10 不可能 小鸡跟大鸡吃的差不多吧 很好吃 很好吃 6块钱 多少钱 多少钱 这个大爷让这个大爷吃猪胸胎 有个猪胸 好吃吧 好吃 像的很 真像 大鸡 你喝醉过吗 喝多了我还不醉 越喝多越不醉 我喝多了我醉 一锦喝完之后倒不倒 不倒 不倒 这个油 真像 我得仔细看看那俩 到底谁大 这个大爷年龄大 大你多大了 我青子 你青子 你哪呢 六十几 六十六 六十 六十 我小四十 四十三岁 我是不是真像 你多么 他有真像 我看看 我的大公 我的大公 大爷 你要是不喝酒 能吃下饭去了吧 杭州越能吃 越喝酒越能吃 哎 杭州越能吃 酒有饭不 大爷 你要吃睡觉得等 大爷戴着这个帽子非常有个性 有二十年了吗 五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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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帽子的呀 你这可老股东了 真是老股东 大爷 你这喝酒的话 也有人管你不 不管 干有什么 不管 你现在是一天喝几顿 三顿 三顿就 你这喝酒的话 耽误吃饭不 喝酒 你这十几十万 十几喝水 那才行的 搞喝酒不吃饭 那是不行的 大爷 你喝过最贵的酒是多少钱的 那我喝酒五两一 我都不得多少钱 你还喝过五两一 嗯 大爷 你舍得花一千块钱买瓶酒喝不 那十块钱我不能舍得 你平时一般都喝多少钱的酒 三十块钱的酒 三十块钱一瓶的当的 嗯 大爷 你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 喝酒的话 喝醉过吗 年轻的时候醉过 多么时候我就不醉了 我这什么样的常活 你别的管你管不得 你一个不喝谁也没法 对 咱年轻的时候像这种酒能喝多少 一斤 一斤 一斤你喝完之后醉不 不是 都能干喝 你喝酒在你们这些朋友当中也拍上号了吧 还能拍上号了 还能拍上号了 你这个厉害 大爷 你这早晨出来喝酒 家里有人管你不 没人管 没有 你这是幸福的完念 哎 出手 饺子配酒 越喝越有 喝了得有四十年的酒了不 六十年也应该是多了 大爷像这种酒的话 能喝多少 喝什么两百 喝什么两百 这两百的话就接近半斤了 对 有七十了吗 没有 正好 正好七十 你是赶紧卖东西 卖东西 买的什么呀大爷 买的地瓜 七十岁了 还在做生意 现在你小孩都不得家 你不自己漏洞吗 小孩们不给你钱花吗 你才卖东西 他用我的钱呢 大爷还是一个银行的小富豪 没吃完呢大爷捡起来吃吃 老年人没有什么好脑 只要能吃饱豆腐就行 你能吃再就能吃 上个顾客生了点豆腐 大爷尝尝 嗯 然后弄点睡觉 嗯 好吃不大爷 好吃 大爷 你这是早前喝杯酒的话 大娘也管你不 有的时候也管 有的时候要喝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